这些雇主肯定是要罚的 那么这里头说回来 话以后再说回来 非法移民为什么能用这么低的工资去雇他们呢 因为他们不交税 这个税就是美国税款是不低的是不是 那么一非法就都黑了 那么他们很多人就用 就是一边非法工作 一边用不断生孩子这种方式 来补偿他们的家庭收入 这确实是一边没有税源 一边那个要开支 给美国那种造成非常大的负担 还不说其他的各种社会和犯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同意 就是国家要加快立法 就是让这个 就是对这些雇主进行惩罚 说到这个立法 我们知道这个亚利桑那州的 这个有关移民的法律 引起这个全国的各种声音都有 有支持的有反对的 那么他这个一个最要最重要的中心问题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亚利桑那的法律呢 侵犯了这个非法移民的权利 那么您怎么看这问题 刘平先生您觉得这个法律 是不是在人权方面有问题 好的 我现在不太敢去亚利桑那 亚利桑那 对 我的工作的关系 我有一段时间长 不时会去那个地方 但是现在我很怕 不知道怎么样就被警察拦下来 为什么 你又不是拉美衣 而且你有合法证件 对不对 对 我有合法证件 但是这个警察执法 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就是他第一个是尊重人权的 第二个是公平对待的 但是现在你警察 随便找一个地方把你拦下来 而且这个会议因为你的这个肤色 你这个长相把你拦下来 这就失去了尊重人权和公平对待的原则 我觉得我是成天被警察拦下来 我不觉得 就是你开车 你一定要带执照 这是法律规定 你进出入境 一定要带护照 这也是法律规定 我开车 要是哪个地方警察觉得 我这个开的有问题了 或者太快了 太慢了 或者压了线了 他可以把我拦下来 这个亚利桑那的法律 其实还没有联邦法律那么严 联邦的那个 联邦的法律的执法人员 是可以随意拉不问理由的 亚利桑那的法律 说规定说 如果你没有合理的怀疑 没有理由 就是说 你看那小子长得不对 我们把他拦了 那个警察是要赔钱的 就国家是要赔很多钱 所以这个法律其实非常严 我觉得我反而这个倒不怕 警察拦我呢 我一般都是自己肯定 我爱开快车 超了数 这是可能的 但是呢 我觉得美国的法律规定 每个人身上 是需要带证件 才能做很多事情的 这是一个 我实在不感觉了 这有什么样的科法 这有一个 这个法律上的一个 很关键的论点 就是说执法要宽 还是要严 立法要宽 还是要严 我觉得这个 今天的这个 亚利桑那的做法 是在这个 立法上很严 但在执法上 给了他很大的空间 其实这会造成 这个法治体系的崩解 警察可能所谓的 这个法内识人 或者法外识人 今天这个 警察要怎么样做的时候 他有太大的 自我解释的空间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就好像说这个 说你今天警察 把你拦下来 我们在那个地方开车 为什么我 可能因为怎么样原因 然后警察就说 因为我认定你怎么样子 这个在以后 我在对部工堂的时候 是很难解释的清楚的 现在不是有一个 就是这个 有一个团体 他们现在要求美国 要道歉 为当年的排华法案道歉 当年的排华法案 就是随时随地 可以把一个中国人 拦下来 一个华人 拿证件出来 没有证件关起来再说 对 当时很有意思 这是不同的地方 第一是 亚利桑那的法律 如果你把它跟联邦法律 就并排阁在那里 联邦法律 是有这个问题的 联邦的法律 是说联邦的警察 不管你看什么 不管看你怎么样 他觉得你不对头 就可以拦 亚利桑那的法律 是不许的 对 他必须有理由 拦下来的情况下 这个法律 如果你说 他建了这个州的法律 不过是非常 就是轻微地强调一下 联邦我们这个法律 还是要执行的 你们联邦人不够吗 我们州警也来执行一下 不过是这样 这跟当年的排华法 完全是两回事 当年的排华法 看见是华人 就我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就这么说吧 当年有那个 在旧金山的移民 是拿着美国护照 在美国出生的 进海关 他们把他拦下来说 你不行 你是长一华人脸 那么如果这种事情 是不可能出在 今天的亚利桑那 对 这个法律 我们知道 这个亚利桑那的法律 有一个争议 就是说警察 如果看见一个人 有合理的怀疑 那么他就可以说 有一种担心 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 去侵查这个拉美人 因为那边是跟墨西哥交界 亚利桑那 那么来自墨西哥的 非法移民非常多 所以有人就说 就有种族歧视的这个嫌疑 因为你是根据他的这个肤色 或者他的长相 或者他这个拉美人的 这个外表特征 来做这个决定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那么这样做 是不是错了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明明知道 那个非法移民 亚利桑那州的 主要都是墨西哥人 你去查一个中国人 或者去查其他族裔的人 似乎 这个就是 事被公办 那么我想问一下 您对这个 所谓种族歧视 这种担忧 您怎么看 好的 今天在亚利桑那的这个 我们不晓得 他具体的数字是多少 如果您说的是对的 在那个地方 这个长相像拉美裔的人 我们都有可能是把他 都有可能是被法的 说明就把他拦下来 今天有一个警察说 我看到那个 有落腮胡的 我都怀疑他可能是中东的 他有可能是恐怖分子 拦下来 我如果看到那个是 这个金法碧眼的 这个亚格鲁萨克顿的人 我怀疑他可能是 美国本土的极端分子 欧巴马昨天的 国家安全这个策略报告 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就是美国要现在 要注意本土的 这个极端分子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是警察说 我上次在哪里看到一个 这个档案上 那个照片跟这个人很像 拦下来再说 保证警察不会受到 任何处罚 因为他有合理的怀疑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现在的法律就是这样 现在警察如果 接到一个通缉照片 哪国警察都是这样 看着哪个不对头 那人好像照片的人 咱们马上去拦一下 问一下 这是非常正常的 否则通缉的工作 就没法做了 是不是 那么就说到 刚才说这个 种族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像911以后 美国就有这种 机场要严查的法律 就是为了避免 不说专门针对阿拉伯人 那所有人查 老人小孩 妇女 那个推的车的妇女 那个老太太坐的轮椅 通通要查一遍 这样使得真是 给美国这样不堪负担 就因为这点政治正确性 亚利桑那 46万非法移民 46万里头有多少个 金发碧眼的 我不知道 我想估计是很少 那么警察要是 就是说 我现在先不说亚利桑那 说联邦的警察 联邦的 联邦派军队派警察 武馆派谁 去执法 你们查谁呢 46万人 你把这46万人查出来 你给我查谁呢 然后最后 即使是叫老板 刚刚咱们说的 是要让老板罚 说老板一定要严查 每个人的这些文件 那么如果这个人 是个老板的邻居 居住了好几代的 他查一下就算了 是不是 他是查这个人 还是就说 他给他一个卡算 就看一看就算了 还是别 刚才小夏提到 这个911的这个例子 那么我也联想到 就是在有关 这个移民的争论方面 那么很多都是 在经济层面 就业 福利 等等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个争论中 很多美国人心底里 也许他没有说出来 就是说 在911之后 很多人其实觉得 这个外来的移民太多 给美国这个管理和执法 尤其是对防范恐怖分子 或者是安全方面 带来很大的这个挑战 或者难度 那么刘皮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关注 还可以把你讲的 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 很多人担心的那种 外来移民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是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 对 这个是做人处事的态度的问题 它是比较外向的 或者是比较要 要沉默是金的 这都是在很多人的这个 潜意识里边 他会对外来移民 抱一个怀疑的态度 这种情况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是正是因为理解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告诉他 这样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美国这个社会之所以能够伟大 就在于